金曲乐团宇宙人二度公蛋 29日举办演唱会开卖记者会 他们的多年好友魏如轩 送上一飞冲天大卖蛋糕 惊喜站台 那么多钱就是希望你们真的变很厚压 这是这样的钱 而且就是好运 那个钱就是要赚钱然后不能断掉 对 谢谢 前团员魏胖Ada惊喜现身 以日限令组合嗨翻现场歌迷 宇宙人时隔四年再次站上小巨蛋 被问到票会不会秒杀 团长阿葵居然要小玉早点去睡觉 请问你们会聚在一起 看那个票有没有秒杀吗 依照我的过往的经历 就给金曲奖公布入围 我都睡过 所以想要在这书 我喜欢就是一起走就直接好消息 宇宙人成立迈向20年 针对成员之间维系感情的秘诀 主唱小玉说 团员们互相理解跟婚姻差不多 他也笑说 一转眼20年就过去了 慢慢累积了不管是歌迷 甚至是现在我们出去表演都会说 我们看你 其他乐团就说我们是帮你当榜样 或者是各种 就是从小听你的音乐长大等等 回头看我们之前做过那些东西 都觉得那些东西真的很疯狂 那也觉得这20年的人生真的没有浪费 距离演唱会倒数两个月 是不是会有嘉宾现身 宇宙人也卖关子表示 嘉宾阵容非常豪华 要粉丝们敬请期待 新唐人仰害电视增益好 林天心台湾特别报道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